這個題目要找到每個速度,你要知道每個速度的定義 就是Total Distance除以Total Time 所以這個題目要知道你找到Total Distance和Total Time 就要找到答案 現在題目告訴你,它由A去B,再由B去A,再由A去B 所以總共走的距離就是3D 但是每一次的時間都不同的 第一次的時間就是D除6 因為時間就是Distance,除了Speed 再加第二次就是D除7 再加第三次就是D除8.5 剛剛這個D弱了,如果你計算完後 你會發現弱了它,答案就會是7.02ms1 於是答案就會是C